去看《失傳的營養學遠離疾病》 今天是第二講的 根據黃童博士所說 阿健康很無聊 阿健康是不是都覺得健康 其實他覺得簡直就是 嚴重妨礙了我們對疾病的認知 黃童博士看完之後 其實他的解釋我覺得很合理 當你驗身體驗40% 可能會提示你留意 你本身有40% 你要小心點 其實醫生未必立刻叫你去做任意 你自己也沒有失望 我當然不做 但其實真的有問題 塞了40% 塞了一下便會越來越不做 之後到自己感覺到感覺 有時就先去看醫生 40%是沒有感覺 但其實都是病 如果好像剛才說的急性 你被車一撞便散了 但如果這個木人說 我打你一槽便不能死 其實你也覺得OK 但如果你每人打你一槽 吐你一棍 其實誰吐死你的 不知道 不過你總之最後那一步 你便會失望 其實就是患性病 不知道哪一個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我們去令到自己受傷 但你累計加上來的時候 就令到你急病 正確的健康知識 比適材料身體 身體便可以修復到 好嗎 好嗎 好嗎